大家好 这里是最佳拍档 我是大飞 前几天OpenA的CEO Sam奥特曼接受了Lex Friedman的采访 历时两个都要是 不得不说 Friedman的采访是真常 每次都看得好累 在这次采访中 奥特曼聊了很多大家可能感兴趣的话题 包括OpenA的董事会之争 伊利亚苏斯科威尔的去留 Saur和QSTART的传说 以及GBT5和AGI等等 由于对话的内容过长 所以大飞我就提取了一些最精彩的核心内容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话题是跟OpenA的董事会之争有关的 奥特曼承认从11月16号 星期四开始的罢免风波 是他这一生中最痛苦的职业经历 混乱 羞耻 心烦 还有很多其他的负面情绪 整个人的感觉都非常糟 他也曾经设想过 通往AGI的道路肯定会充满激烈的权力角逐 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这个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月之后 他仿佛还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 每天都感觉自己像漂流瓶一样 茫然四顾 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情绪也陷入了极度的低落 但是他还得坚持管理OpenAI 难度真的很大 只想找个洞穴钻进去 好好的休养一阵子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去看 这件事情也还是有它的价值的 这可能不会是OpenAI 最后一次面对如此大的压力 当时公司差点就垮了 所以在考虑AGI以外 如何打造一个有韧性的组织 如何去构建一个能够承受世界压力的 结构体系也是非常关键的 另外一个需要反思的是董事会 如果不特别制定规则的话 非盈利组织的董事会 实际上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他们并不真正的向任何人负责 除了他们自己以外 虽然这样有它的好处 但是大家更希望的是 OpenAI的董事会能够对全世界负责 新的董事会现在已经组建起来了 虽然比较仓促 但是Brett和Larry是得到了现有团队和旧的董事会的双重认可 他们有着更多的董事会工作经验 能够涵盖不同的专业领域 同时希望以整批的方式来招募董事会成员 而不是一次聘用一个人 董事会成员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但是有些人是必须要的 虽然周六早上有两位董事会成员给奥特曼打电话 希望他回到OpenAI 但是周日晚上 董事会就任命了一位临时的CEO 这一刻让奥特曼感觉真的很难受 不过他最后高度评价了 Miru Marti在事件中的表现 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他也希望公众对OpenAI的关注 不应该仅仅聚焦在那个戏剧化的周末 而是OpenAI整个发展的七年 结束了这个话题 菲德曼开始询问伊利亚的境况 现在对伊利亚的猜测 都已经发展成网上的一个梗了 大家都以为被OpenAI关在哪了 奥特曼对此也表示很无奈 他对伊利亚还是有着极大的敬意 希望能够持续合作 对于网上流传的伊利亚看到AGI的段子 奥特曼很肯定的说 伊利亚他从来没有见过AGI 他们任何人都还没有 OpenAI也还没有造出AGI 但是伊利亚一直在思考AGI的安全问题 确保OpenAI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行得正走得稳 他始终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 进行灵魂的探索 并且总是持有一种长远的思考方式 他不太关心一年内会发生什么 而是在想象十年后的情况 最近他俩还一起去参加了一个晚夜 伊利亚和一只小狗玩得也很开心 心情非常的放松 让人感到亲切 不过随即两个人又聊起了董事会的事 奥特曼说自己本来是个极度信任他人的人 他一向坚持的人生哲学 就是不必要太过于担忧 不必在意那些偏执的疑虑和极端的可能性 但是被罢免的这件事 还是让他之后在信任别人的方面变得更加犹豫了 不过他对于团队来说 仍然心中充满了巨大的感激信任和尊重 他认为让自己被这样的人包围是极其重要的 接下来 Friedman和奥特曼又聊起了最近马斯克起诉OpenAI的事 奥特曼回顾了一下七八年前的情景 当时只是把OpenAI看作是一个研究实验室 对技术的未来发展毫无头绪 甚至也还没有想到要开发一个API 或者是卖聊天机器人的访问权限 更没有想过要产品化 后来他们意识到需要做出一些不同的事情 并且需要巨量的资本 所以他跟马斯克就在想 行吧 既然当前的结构显然不太适合 那么应该怎么去补救 只不过补了一次又一次 最终的双方都不太满意 然后马斯克就决定离开了 马斯克觉得OpenAI快要失败了 想要完全的控制权来挽救局面 但是以奥特曼为主的一方 想要继续沿着现在OpenAI所走的方向前进 马斯克还想要特斯拉能够开展一个AGI的项目 甚至在不同时间点有过多种的想法 包括把OpenAI变成一个他能够控制的盈利性公司 或者是让他与特斯拉合并 奥特曼等人并不同意这样做 于是马斯克就决定离开了 对于起诉书中谈到的OpenAI中的Open代表着什么 奥特曼认为如果可以重来 他可能会选一个不同的名字 OpenAI最重要的工作是免费的将强大的技术交到人们手中 作为一项公共福利 OpenAI没有在免费版本中投放广告 也没有通过其他的途径来盈利 OpenAI的使命是免费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强大的工具 并且让他们去使用 至于是否开源 他认为某些东西应该开源 而其他的则没有必要 这种事情往往会变成一种信仰之争 很难去保持中立 只能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实际上在这里 奥特曼已经明确的表示了 OpenAI中的Open不是指的开源 而是免费使用的意思 可能应该叫FreeAI更合适 在知道了周末 马斯克开源了Groke之后 奥特曼表示 以后可能也会开源一些 可以在本地执行的小模型 第四个话题是有关于騷扰的 奥特曼认为 大模型对世界模型的理解 实际上比我们多数人给予的认可要深 虽然人们很容易一眼看出他们的不足 但实际上并不都是假象 有些部分是有效的 有些部分则不然 从道理一到二再到三再到Soro 每一个版本都会有人嘲讽 说他做不到这个做不到那个 但是最终都被打脸 不过在Soro发布之前 还必须要确保它的效率 达到人们期望的规模 这样才能够确保系统能够正常的工作 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 比如说像深度伪造 错误信息这样的问题 对于Soro训练使用的数据的版权问题 奥特曼肯定了创造有价值数据的人们 应该得到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 因为他们的数据被利用了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关键是得让创作者们能拿到钱 对于艺术家和创作者们的担心 奥特曼举了一个例子 那就是艺术家们在摄影问世的时候 也是忧心忡忡的 后来摄影却演变成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 有人通过摄影赚到了大钱 他相信类似的事情还会不断的上演 人们会不断的用新工具来探索新的创作方式 奥特曼也重申 AI的目的是处理更多的任务 而不是取代工作岗位 从而让人类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抽象的思考 以YouTube为例 以后可能很多视频在制作过程中 都会用到AI的工具 但是视频的核心仍然是由人来思考 构思负责部分执行的 并且指导整个项目的运作 随后二人聊一聊有关于GPT4和记忆相关的内容 这块大飞我觉得价值不大 就先跳过去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原视频 接下来是大家之前比较关心的传闻QSTAR 奥特曼表示没有传的那么邪乎 增强AI的推理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能够彻底的攻克这个难题 大语言模型的性能 基本上是在沿着一个指数曲线逐步的攀升 但是从旁观者来看 确实能够感觉到有些跳跃性的进展 OpenAI采用的是迭代部署的方式 目前已经公开讨论了GPT1 2 3 4 而不是直接秘密的开发GPT5 就是因为AI不应该变成一种意外 OpenAI最明智的举措之一 就是让全世界都关注这一个进程 正是AGI的重要性 考虑在我们陷入紧迫境地 不得不匆忙做出决策之前 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系统 结构和治理模式 OpenAI的目标绝对不是给世界带来令人震惊的更新 而是恰恰相反 人们会对里程碑情有独钟 好像能够宣布某件事情取得了胜利 然后迈向下一个目标 但是这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种错觉 所以奥特曼可能想换个形式来发布GPT5 弗里德曼接着开始询问GPT5的事情 甚至说到如果今年发布GPT5的话 让奥特曼可以眨两下眼睛 奥特曼没接招 开始故弄玄虚 说今年会推出一个非常棒的新模型 但是还不确定会叫什么名字 而且在发布GPT5之前 还有一系列重要的产品要发布 果然不愧是营销大师 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对于GPT5 奥特曼用伊利亚的一句话来评价 大概意思就是 我们把200个中等规模的因素相互结合 创造出了一件巨大的作品 不过这里大飞我要再补充一下 在3月14号旧金山举行的OpenMatch Day上 奥特曼还是透露了一些关于GPT5的细节 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字 强 两个字碾压 四个字超乎想象 GPT5将在高级推理功能上 实现重大的进步 性能改进将超出当前的预期 是类似于GPT3到GPT4一样的质的跨越 顺便他给了竞争对手一些打击 他警告说 许多创业公司认为GPT5只是略有进步 将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 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如果按照这种思路 这些公司可能会被新一代的模型 完全的碾压甚至摧毁 目前来看 今年应该肯定是会发布GPT5的 只不过到时候是不是还叫GPT5就不知道了 没准会换个名字 回到采访 奥特曼辟谣了7万亿美金的融资消息 他强调只是认为世界需要巨量的计算能力 包括能源 数据中心 规念 以及芯片制造 有很多的问题要去解决 人类对于计算能力规模的渴求 可能会是难以想象的 奥特曼顺便又安利了一下 自己投资的核聚变公司HELIO 认为应该建造新的核反应堆 人类对核裂变已经深感恐惧 现在AGI也开始逐渐形成了军备竞赛 需要把安全问题放到首位 他认为可以将AGI开始的时间 分成四个项线 慢起步的短时间线和长时间线 以及快起步的短时间线和长时间线 他觉得短时间线搭配慢起步 是最安全的组合 也是最希望OpenAI能够处于的状态 随后两个人谈到谷歌和Gemini Friedman问奥特曼 谷歌过去20年 已经成为了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OpenAI现在会不会有意去取代 奥特曼回答 OpenAI并无意去复刻一个更卓越的谷歌搜索 而是希望找到一种全新的更好的方法 来协助人们寻找利用并且整合信息 事实上对于某些场景来说 ChatGPT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希望能够应用到更多的场景中去 人们需要的是如何找到需要的答案或者信息 这个世界也并不需要一个谷歌的翻版 奥特曼还坦言自己对广告的商业模式不太认同 互联网早期的发展确实需要依赖广告 但是那个是暂时的 以后会有适合大语言模型的广告模式出现 也可以不带偏见的去参与交易 广告领域会存在一场飞跃 不会干扰人们的消费内容 不会干涉人们的消费行为 也不会为了迎合广告商而歪曲真相 而对于最近詹米代1.5版本爆出的黑人图像的问题 Friedman也问道 如果企业内部有人类干预模型的安全性 或者造成伤害 从而可能带来大量符合公司意识形态倾向的偏见 应该怎么办呢 奥特曼用OpenAI团队中某个成员的点子来回答 那就是可以把模型应有的行为标准写出来 并且公开的发布 接受大家的反馈 明确的表示这个模型应该是这样的表现 并且要阐释边缘的情况 这样当模型的行为不符合你的期望的时候 至少可以明确的知道 这是公司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还是它按照预期再运行 从而避免目前大模型偶尔会处于模伦两可的状态 现在旧金山已经有一点意识形态上的泡沫了 科技界整体也是 许多公司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渗透 OpenAI也不例外 不过OpenAI因为对于AGI的坚定信仰 会相对的排斥了一些其他的意识形态 暂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随后两人又聊聊对GPT5和AGI的畅想 到GPT5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不需要写代码来编程了 也会出现类人的机器人 或者说具有人类智能的机器人大脑 OpenAI也一定会重返AI机器人的行业 这个从最近我们做的关于Figure AI的节目中 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AGI并不是一个终点 它更像是一个开始 但是它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里程碑 奥特曼预计10年内 AGI应该就会到来 他相信只要一个系统能够显著的加快 全球科学发现的速度 那就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情 他深信大多数真正的经济增长 都来源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不愧是有效加速主义的拥顿 AGI有着巨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不应该被一个人所掌控 应该有一个强健的治理体系才行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还难以解决 后面剩下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纯粹在神坎了 说了半天 为什么奥特曼发推文只用小写 聊到对数学函数的着迷 Fidman还说 自己准备去亚马逊雨林尝尝死藤水 甚至是聊到外星人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听一听 最后我想用奥特曼的一句话来结尾 AGI是否会更像是一个单独的大脑 还是会更像是联系 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基础设施 没人知道 但是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我们所有人 共同构建的知识和技能的框架 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发现 所有的科学知识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知识 从而获得惊人的能力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是我们大家集体努力创造的成果 这样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好了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